我每次吃饭的时候呢 我都喜欢看一点视频 我现在正在看的这个节目是 在中国这两年非常流行的一个综艺节目 不知道哪是叫做乘风破浪的姐姐 然后今年呢 他改名字叫做乘风2023 这个节目很有意思 这些明星都是30岁以上的姐姐们 然后重新来做练习生 一起准备这种唱跳的舞台 然后非常的 首先很励志我觉得 就是有一种什么时候努力都不完的感觉 还有呢就是 可以看到不同年龄的女性的魅力 我觉得 每个周有大家在网上给他们投票 到最后呢就 人气很高 投票在前面的一些姐姐可以出道 就是再一次 再一次出道 因为他们已经是明星了 但是就是再一次出道 再一次让大家认识他们 我觉得这个过程 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个节目 这也是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有趣的一个点 就是来参加的姐姐们都有一种想要挑战自己跟突破自己的这个劲儿在 所以特别的吸引我 还有就是今年有很多国外的选手 就是外国人 比如说有越南的 日本的还有美国的 俄罗斯等等各个国家的一些也是明星姐姐们来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让中国的观众了解他们 它是很有名的一个女子组合 SHE里面的一个成员 他们的组合 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的女子组合 非常的流行 叫做恋人未满 它是一个日本的选手 然后这首歌在中国特别特别的火 叫做极乐净土 就是二次元 就是日本的动漫呀 这些的歌曲 然后大家都非常喜欢它 它现在这里应该是目前这个轴排名第一 另外我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 这个 我很喜欢刚才这个舞台 能相信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吗 他是超模 然后也拍电影 然后也唱歌 他刚才唱的是自己的歌 不知道你是否知道 张艺谋导演 就是中国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导演 然后那个是他们两个人合作的电影 那是我特别喜欢他的气场 就是那个那种劲儿 他是美国的选手 他的中文真的很好 特别厉害 这里第一期有33个人 每个人差不多都是 一分半到两分钟的时间 来表演一个最开始的舞台 他们叫初舞台 就是第一个舞台 然后我上一个周还看了这样一部电视剧 叫做漫长的季节 它一共十几集 对一共十二集 然后我觉得这部电视剧 拍的质量非常的好 我很惊讶这里竟然有英文的subtitle 哇那这个很棒 推荐给大家 漫长的季节 这个是我英文字幕在YouTube上面 这里面的所有的明星演技都特别的好 然后这个故事导演也拍的特别的好 然后他虽然拍的是一个破案的故事 但是实际上呢 像一部历史剧一样 就展现的是中国的那一段时间的一个社会的变迁 然后这几个人物的命运 就是有一种浓浓的宿命的感觉 如果你对这种题材比较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部电影 这部电视剧 很好的一点就是 它既然有英文字幕 哇太开心了 你们可以看一看哦 刚才在帮你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另一部电视剧 那就是 三体 不知道你们有读过这个小说 这真的 它也有英文字幕 哇我好快乐 基本上是相同的 大多数自杀的科学家 都在遗书中质疑了 人类的 好棒呀 它也有英文字幕 三体 哇 太好了 它有英文字幕 我简直比你们更开心 因为我真的想象全世界 安利三体 三体真的太棒了 它是一个科幻小说 你们一定要去看 你们一定要去看 你们绝对不会后悔 三体 漫长的季节 OK 那就说明这个频道 这些视频都有字幕 难道 好吧 反正就是这个YouTube频道 腾讯视频 那我觉得它可能 都有英文字幕 这些都是中国的电视剧 有古代的 也有现代的 三体 我真的 我真的愿意称为一部 称它为一部伟大的作品 三体真的 一定会震撼到你 它的想象力实在是太棒了 而且 而且让人觉得它很符合现实 它不是单纯的科幻 给我的感觉像是对于历史的一种推演 我们好像已经 我们好像已经存在在 那个故事的情节当中了 然后那些舰队仿佛已经出发了 然后我们 只是 还不自知而已 如果你们看过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交流 我太喜欢了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